幸福好时光 今天来了一个人生活的越来越精彩的女企业家吕丽美 丽美你好 嗨大如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因为她做的就是精美嘛 各位都知道我到现在也还都穿着她们的护膝 在跑那个六大马啊或者去沙漠啊 我全部都有带着 我最近在四国片路一样有带 你知道四国片路是一千两百公里 那我选择独自出发 中间不能去拨桌 也不能去漏掉 对对对很重要 目前我完成了八分之一 我下过几天要再去完成八分之一 这也是你的人生清单之一 人家走起来四十天我没办法 我大概就只能 你几天要完成 不是啊我就只能八分之一八分之一完成 慢慢的累积拆了 那还是完成 对谁规定不能拆 对你说就下次从那个另外一个地点开始 嗯好 李立美的人生很精彩哦 她最近呢也去了蒙古 她跟蒙古是很有缘的 因为之前她还跟我说 你在乌兰巴托有房子 有 现在还在吗 现在旅游很盛行 我终于等到了 我觉得很妙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我也听说乌兰巴托 我不知道 旅游很盛行 而且那国际的影片什么HBO上面 你们看的韩剧的那个西伯利亚铁路 其实拍的是乌兰巴托车站 真的吗 我就是一直看到乌兰巴托 为什么会盛行 它到底有啥好玩的 我今年去的时候我也很惊讶发现 我以前没有看过游览车 大巴 我今年看到好多游览车 然后我这次遇到熊师的主管跟我聊说 他们每个礼拜都出两团 然后是因为签证不好申请 所以才比较慢 然后呢报名就是太踊跃了 无法想象 就是往乌兰巴托跟俄罗斯 有钱的哪都去过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换这个地方比较好奇一点 比较陌生的国度 对 主要我觉得影片也有关系 因为我有时候在我家没电视 我在跑步机的时候上面会看什么 就是一些旅游频道 对对 也有一个节目名称叫什么 去乌兰巴托租房子 租房子 就他们去做短期的居游这样 可见那是一个还让人待得住的城市 其实它的气候是比台湾舒服的 因为夏天的话是避暑胜地嘛 早晚是凉爽的15度 然后中间30度也是干爽的 然后地方很大 空气很好 然后治安良好 治安 一出城市外边就是风吹草地见牛羊 有这样吗 其实风不要吹你就见牛羊了 怎么说 遍地牛羊对随便都是数不清就是几千头的牛羊 可是它也有很现代的城市设施 乌兰巴托其实非常现代 而且非常的国际化 那你最近是跟着去蒙古议诊是怎么回事 对我这一次是其实我也 我当时是我东吴的一个学长 他们是20年的议诊团体 已经做了就是全世界偏远的地方 然后他是在第一次的议诊的时候 他曾经去过蒙古 所以满20周年他们很想再到外蒙去 然后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我 我也没有想很复杂 我想说蒙古啊 那我应该很熟啊 我安排这些都没有问题嘛 所以我就答应了 当我答应了之后 我在执行这件事情之后 我才发现哇真的是不简单 我们总共带了31个人 12天的行程 然后是前往蒙古最边边沙漠 戈壁跟沙漠区 就答案并不是乌兰巴托 对对对不是乌兰巴托 而且是去到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蒙古 因为蒙古太大了 你去的路程应该就是很坎坷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一下 小妈乌兰巴托 然后开车 开车然后拉车拉很远 那我其实我还好我在行前 有一直跟大家打预防针说 蒙古这个地方你不要期待说 等一下中午12点吃饭或是2点吃饭 所以蒙古人有一句话流行是 蒙古的一天很长 就是早上6点钟不到太阳就出来了 那你就太阳出来就很早就起床 那晚上几点睡觉呢 可能是12点一点 那蒙古人他们的作息是很习惯享受当下 你不能问他说 我还有 还有多久 快到了吗 他一定说快了快了就在前方 就在前方呢 这个前方你想象是20分之后 我可以吃饭了吗 结果不是 或者中午12点了 2点了 他说快了快了就在前方 结果我们到4点半才到那边 才吃了中餐 每一餐都是这样 反正会到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会到就是快了吗 会到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每一个moment都是 你就是要享受沿路的风光 你要去懂得去欣赏去 所以蒙古人是开开 可能在半路 那就所有人都下车 那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下车 那就跟着下车 不要让引擎过热吧 不是 下车呢 大家就把糖果饼干拿出来 白酒拿出来 茶拿出来 对 茶拿出来围着一个圈圈 然后简单的聊一聊 可能车子走了两三个小时 司机也需要休息 然后聊一聊 然后野放 大家要找一个地方各自去上厕所 野放 野放 对不对 说的也是 他大概就只能大家互相遮掩一下 或者拿把闪 刚开始会遮掩 会拿闪 后来都不要了 后来他们都很享受 也很怀念这个野放了 对都不要了 然后就坐坐 就聊聊这样子 然后他们有一个动作 我觉得是蛮感动的 就是在坐下来 要自己要吃喝之前 一定会先进天地 先谢天谢地 所以他是进天地 他就是会酒会先进上帝 上天 撒麻的 撒麻撒地 对 一整杯撒地 对会撒上去 然后会嘴巴会念一些祝福的话 这样子撒上去 糖果也会撒 也会撒上去 然后之后才会坐下来开始 就是大家聊聊天 对 然后过二三十分钟 再把你们叫上车 对对 大家在 那天黑以前要开到 通常天黑是开不到的 有的时候我们到营地 或是到我们要住的小木屋 都已经是十一二点了 那十一二点 应该大家就要休息了嘛 对 但是又遇到 状况很多啦 遇到说 现在今天突然间没有热水 因为太多人入住 所以一下子热水就没有 那到乡下去的时候 天气是冷的 虽然是夏天 所以其实只剩下 温度大概只有五度左右 五到十度是很冷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热水 那就不要洗啊 对就不要洗 没有错 所以大家也习惯了 就是没有办法洗澡 一张丝纸心 一张丝纸心可以洗全身 热水还要带走 对没错 对最后是每一点点的东西 都是就是不留给这个 他们非常的环保 那到村子里面去的时候 做了什么事呢 不是去一诊吗 对 有几个医生呢 我们总共有八位 九位医师 其中有牙医师 有中医师 也有小儿科医生 对 所以一开始去的时候 我们也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政府突然间 在出发的前一天宣布说 不准外国的医疗团队 进行医疗行为 疫症的医疗行为 因为刚好遇到前面的 韩国团出了事情 为什么 然后新闻很大 就是他的程序上面 没有按照国际标准的医疗程序 你是说韩国团 因为他们有按照规定 但是他去了 他去了在我们前面去了 这也是去帮忙啊 可是去当地什么困扰 就是卫生的状况 他们也是医疗的医疗团 也是牙医 可是他没有去替换每一个人 应该是独立单独的东西 他是清洗完之后 再给第二个人使用 那他就当地的自媒体 就有就是报道 原来现在当地的自媒体 有这么厉害啊 然后政府结果 结果在很快速的情况下 第三天就宣布 把那个明文宣布说 不准外国医疗团队 在进行医疗行为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人都到了就应变 没有没有没有 就应变 所以我们做教育 医疗教育 好 那我们等下再聊 我们今天请的是 金美集团的创办人吕丽美 他最近的人生非常的精彩 现在讲到了前不久 跟台湾的牙医议诊团 出发到蒙古的一个 遥远的地方去议诊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马接人接班计划的议诊团队 那遇到当时就是 政府的这个规定 所以变成说医院 他们医院是国家的机构 所以医院也在接待上面 也很多的感染 他们也担心 如果今天接待了 你国外医疗团 然后做了这样的行为 到时候会不会执照被拿掉 或院长会被开除 这样整整的事情 所以其实整个 两边的沟通上面 就变成是比较复杂 就是到底能做还是不能做 我们希望可以做 我们带了那么多的这些东西 那最后我们是 做了一些诊断 然后简单的涂佛 但是没有冲牙这些动作 磨牙这些动作 涂佛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 以前我们习惯做公益的活动 是捐钱 那很少一件事情 就是从头介入 然后介入 然后真正下去执行 所以我让我感觉到 你也去帮人家图佛就对了 我是在旁边的helper 对对 就是有什么打扎的 他有护理人员 然后安排啊 这些这些事情 那我觉得很感动的 就是说 这种就是 其实他们到了当地去 很多医生其实是水土不服的 上吐下泻 发烧的发烧 但是当看到病人在眼前的时候 那种眼神透露出 就是视如己出的那种关怀 然后那个感动 他也忘了他其实从早餐到中餐到晚餐 五点都还没有开饭 也来不及给饭 所以就是到那个地方 所有的小孩或人 都在那边排队 你才能够不得空 就络绎不绝 他就是一个乡下 你本来看起来是没有人 没有人 怎么一直出来 一直出现一直出现 就是本来看 是不是因为院长担心 所以不敢宣传这件事情 没有一开始去没有人 后来可能我们看了两三个 五六个 怎么一直一直 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好不容易有医生 对对对 就一直出来 然后你就会看到 因为这个志工团体很特别 他们也有第二代 就是接班传承的这个计划 所以他也把第二代 可能医生的第二代 或者像我们 我的孩子高中生 也跟着做志工 然后行前有一些训练 那这些对 我觉得对小孩子 就留下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 所以像小孩没乖 去做志工 回来就乖乖乖乖 我曾经带我家小熊 那时候大概是10岁 11岁左右吧 带去云南的一个 金沙江旁边的某个小学 中学做志工 我后来也觉得说 你从那里观察小孩 我们一起 常常都恨铁不成钢 其实从那一次 我发现他比我好 就是适应环境能力比我强 比如说那个厕所 就是个粪坑 我其实每次进去 都要戴口罩 然后皱着眉头 然后看到没有人 还冲进去 我觉得他跟当地小孩 相处的很好 他从来没有觉得 你臭耶 也没有任何不适应 真正不适应是在我 我的担心 但其实他完全不用担心 光这一点就是 怎么讲的 混的能力比我强 而且没有娇生惯养 是是 他就是我觉得那种 小孩子到当地 就是很匮乏的状况 他看在眼里 然后他自己做这些东西 他就会 回来以后会更感恩 更知足 那从他们的 我觉得最后一天的分享 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那个内心的善念 会被激发出来 然后会种下一颗种子 就是他真正的觉得说 他可以做这些事情 他可以帮助人 他其实自己也会 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影响 是比较深远的 因为我也访问了医生 我说你这样出来一趟 你可能减少几百万的收入 十几天嘛 因为民医 去的很多都是民医 你可能减少几百万的时候 为什么你愿意做这件事情 他说其实就是他 小的时候 也是他跟着父母亲 所以他那时候就种下说 他将来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那也是一种生命的 对于去帮助者而言 他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疗愈 也是一种传承 对对对 自己的 我觉得自己的收获 其实给予的同时 自己得到更多 那么可是你们只能 这次就只能图佛 那如果人家 性质匆匆来洗牙 就很 就觉得有点沮丧怎么办 那旁边可能还有 偷偷默默的自媒体在拍 我觉得这好妙 对就是不能 就是我们很小心的 没有办法做这些医疗行为 但是呢 他们其实对每一件事情 不会有太高的期待 其实你给他什么 他都是很感恩的 我们送一个牙膏牙刷 你在台湾你送给谁 谁会感谢你啊 那我知道了 回去拿到就赶快告诉亲朋好友说 哇那边有牙膏跟牙刷 牙膏牙刷 然后教他们如何刷牙 然后有一个七八十岁的阿嬷 真的很认真按照这些 志工的刷牙方式 教完之后 他又刷了一次给志工看 就是语言不通嘛 但他就做一次说 我这样子对不对 因为整个团队认为 就是其实我治疗只能一次 久久去一次 一年去一次 但是如果把教育这件事情 医疗教育留下来 他们知道怎么刷牙 可以减少很多口腔的这些疾病 好这也是就无论如何啦 做好事 然后当地人也领受了善意 这是最重要的 不过的确啦 前面那个韩国团队 他是有为现代医学的方式 但你看他自媒体这样一报 一禁止 但你有很多人的权益 又受到伤害了 是不是 当地的群众 说不定人家就真的很想洗牙 洗牙也比 就算还有刷牙 洗牙也还是对他有帮助 但却不能做了 对 所以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去 这一次做完以后 当地政府啊 医院其实都很感谢 就是台湾 同时也是一个外交 就他们在做的时候 小孩子他们其实 一开始是先做医疗教育 介绍如何刷牙 然后真正的实行 教他们这个动作 然后第三些事情 他的简报里面 他是介绍台湾 对 宣扬一下 是是 好我们待会再来聊 那李丽梅还去了 另外一个沙漠 那个沙漠我也有去过 也就是只要去念EMBA 一定要去挑战 一定要去挑战 要去看一下戈壁的星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待会再聊 幸福好时光 好今天李丽梅来讲 她的大漠传奇 好那 去戈壁到底在哪里啊 我去了 我都还搞不清楚 她在哪里 因为我是飞机坐到 甘树 你在坐到哪里 对 我们坐到甘树 对就是甘树的 甘树吗 对 然后后来在 到底怎么去的 我还都忘了 车子大概再要 再要一两个小时 差不多吧 然后在 就是 我也很巧 就是 住在一个戈壁大旅舍 还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们 我好像是2018年去的 去了之后那边有烧掉 现在很多旅舍了 你那时候可能不多 只有一个 对 现在很多了 那个附近 还有敦煌夜市什么 是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对 那个敦煌夜市 其实另外一个名称叫戈壁夜市 跑完了 真的有夜市 对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我们先说夜市 大家对我们这种神经病局跑步的 大家不太觉得太有趣 对 那个夜市呢 就是为什么号称戈壁夜市 因为附近所有住的那个时间点 全部都是上戈壁的人 那有ABC队 所以C队先跑完回来的时候 就会往那个夜市集中 那大家身上都还是那个制服 所以呢 就是 哥有一家亲 就是走过 走过 就是 走过漫漫大漠 从此弟兄姐妹 所以只要看到穿戈壁的制服 就是你我是兄弟 其实C队蛮舒服的 就走一天 一天也有苦道啦 然后 在其他的日子就在后面等 等着大家回来嘛 还可以玩 其实C队也 也不轻松 因为C队跑完步之后 要负责应酬啊 要交际啊 要去晚上 要去哪呢 你知道为什么永远不去V队吗 我是可以去V队 因为V队要帮人家扎营 我心想说 我要去当建筑公园啊 帮扎营啊 准备食物啊 要互送A队啊 这样子啊 ABC都有各自的这些功能啊 那我觉得戈壁是 今年开放的企业 很特别的企业行号 松下还有比亚迪 还有一些很知名的企业 都今年都组队参加 企业组队 还有家庭 还以为去卖车耶 是有展示车没错 然后还有家庭小孩子 十几岁的小孩子 也是这样走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体验当时唐三丈 他当时是骑白马 我们不是啊 我们是四脚双拳 是走的跑的啊 所以是最艰难那一段路 但是你那个有那个 你可以知道方向 对不对 有定位 唐三丈没有 没有 而且还不知道 他定位也没用啊 还不知道在哪里啊 有一个就比较 那个A plus 就是晚上夜间跑 一天完成的 就会 有这种的 对对对 你必须要跑完 B队 才能够参加 A plus A对一辈子 只能参加一次 晚上要跑多久 就一天跑完 对晚上其实 中间不休息 我曾经在那个 算过 天黑的时候出发过 其实只要有灯 晚上跑还蛮舒服的 没有灯 只有头灯 对头灯 对 所以现在已经有 就是 就是在这个大竞赛的时候 已经有各式各样的人的参与 对对 就是体验戈壁的精神 所谓理想 目标 执行 然后 突破 就是突破 超越 超越自己 你那天跑了多久 应该说是用走的啦 因为要快走 对 我就是为了这件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我想说大家都叫 跑戈壁嘛 中间不能没有跑嘛 所以我就坚持 大概跑了 中 A B C 是30嘛 加一加的28.7加一加其他的30 但是今年又把条件放松 你可以15就拿到奖牌 就到最后一天发现说 ABC的奖牌一模一样 他们跑了三天要死要活的 跟我们C队完全没有mark 整个C队的C队的非常快乐 从此可以冒充A队也没问题 那是你去过戈壁你才知道有叫ABC啊 通常人家只会问你说你上过戈壁没 对我上过戈壁 因为打一个磨要搞三种太累了 一模一样我们是有的人是半天15公里就可以拿到 那我是把它走完一走完然后中间两公里用跑的 所以你一天大概就是将近30公里 30公里走起来也是很累的哟 对你如果没训练的C队走完之后全身僵硬小腿是硬的 可是当A队回来的时候他们有训练的选手回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是要帮他按摩嘛 就他竟然脚是软的 人家是选手 全身是软的 对然后呢 肯亚选手两个小时跑得比你骑机车还快 人家也没怎样 完全没有疲累的疲累不堪的样子 然后还比平常训练还轻松还面带微笑 小内天生 狗招不一样 对觉得真的很厉害 然后那个游学仔跟我讲他稍微要装一下很辛苦的表情 但是老实讲他说比平常教练在操的课就是还轻松一点 因为做足了准备 A队人家是用跑的因为他们要尽速 我那时候是去三天大概来来也是三天跑了将近就快走了将近100公里 但是回来的时候啊我的确是挺惨的 就感觉腿不是你的 对 后来我们 其实每个人都那样 我们有训练真的不会 我们机队后来回到饭店游览车放我们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举步维艰 那个脚要提起来跨那个楼梯的时候 Oh my God 因为平常没有用够啊 突然有一天就疯狂的用就会变这样 对那我觉得戈壁最特别是他的成绩是取第六名成绩 所以就算前面多厉害也没有用 他是强调团队的精神 你如何整个团队合作还有策略 你如何把第六名送进去 然后是以最佳的成绩送进去 对我其实有思考过这件事 我就跟我们班上那个 你去跟我去都加分 女子第一名的 他大概50出头吧 我就跟他说那我去跑得完就一定都加分 可是他说弹如啊 你要跑进第六名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他算的是第六名成绩 你如果是我们里面又太慢 你也没有用嘛 加分 所以我们那个为什么他都是自胜冠军 他已经五十四五吧 大概这样 他就是全部的人在掩护他 但是他速度也要够快 他必须是第六名 女性 对不对 50几 又快 所以我们有一次得到冠军 就是全部的冠军中欧 就他功劳啊 是是是 不过有这个优惠也不错啦 对 所以到时候一定都是男性战场 对所以是都几乎隔壁是比女将 谁的女将多 谁的营业就大 谁的女将 好的快年纪又老 好我们等一下再聊 这个金美的董事长吕丽美 他去了蒙古的议诊团 然后去了政大EMBA的歌十九挑战赛 你最大的功能应该是提供你的产品吧 对 一开始的时候 我去议诊的时候 因为以牙科牙医为主嘛 也没有想到说当地的就是年长的很多 骨头不好的很多 然后呢 当我们综医师在诊疗的时候 在就是 原来护具给到他们 他们也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我真的没有去过那么偏远 虽然我蒙古在市区送很多 所以他们也拿很多 那给到护具 护系套上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种眼神 就是原来走路可以那么轻松的 对 送了多少啊 胃也不轻啊 不轻啊 所以不容易带 带了好几皮箱 对 我们带了几百双 两三百双过去 对 然后有一些 还有保暖的这些东西 那到戈壁区也一样 我有一个学长是从小白 跑步小白 跑进去A队 跟你讲 这就是天重英明 跟我讲的同学一样 之前也不太跑 突然 进步的比你快十倍 他我第一天去参加那个就是训练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学姐你不要难过 如果你等一下想哭 你就哭出来没有关系 因为我昨天就哭了 他是男生 他说我昨天就哭了 因为教练真的很严格 你就哭吧 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结果他竟然变成A队的选手 而且他还跑进第五名 然后但是呢 因为他是小白 可是这出发之前就要了 就要决定了 就要决定了 所以他是剃了光头 当他决定是A队的时候 他整个就是下定决心 他剃光头 然后呢 他很聪明的是 他全身就是 护手腕 护手肘 护膝 那个铜纤维袜 循环衣 披肩 全部的东西 他都要了满满的一整套 然后呢 到了戈壁去之后 就是他就是 就是完赛 他就是照大家期待的 就是没有想什么 就跟着带领他的那个学长 要一个配数嘛 要不然他会乱冲嘛 配数那个学长 就是头低低的 就跟着后面这样一直跑 结果他就真的差一秒就跑 就是跟他就相差一秒 对 就整个户具 然后大家还有极地气候 就是变成他的极佳记录 因为那个沙漠里面的速度 不能跟一般的速度比 那里真的很难跑 下面都石头 都石头 然后沙地 不是沙而已 都是石头 很可怕 石头你会容易跌倒 你会重心不稳 那沙地会 你踩下去 你会就是有阻力 很难走 连走 我们走都第一天走都很困难 那我觉得他就是整套的这些能量的这些护具 然后呢他使用的非常好 他在那个制服里面也放了一件爽背心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一件那个发热衣 然后大家不知道极地气候是晚上是零下五度 对 所以我就一直强调说很冷很冷很冷 他没有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呢 在出发的前一天 我还把所有的袜子 然后呢我把身上 我自己想说那个发热衣不会臭 其实我自己就只有带一件 因为北京也很冷 甘肃也晚上也冷 我自己就带一件 我后来把我身上那一件真的是 就脱下来也没洗啊 就脱下来给那个A队的女生的选手带上去 他说真的救命 因为零下的东西 你睡不好你怎么跑呢 你要连跑四天 结果就换你变得 还好我有饭店睡 对因为C队的可以走人 对对对我有饭店睡 就整个能量披肩啊 发热衣就发挥很大的功能 那你们最近也有又得奖了 对不对 最近啊 你说自届华人妇女工商协会的华冠奖 对我们昨天 我也是第一次 这辈子第一次进总统府 所以感谢这个奖让我进到总统府 这样子 好就是人生充满了探险 然后呢企业也不断的得奖 大家应该知道这种人生挺精彩的吧 而且我觉得你是过终点之后越来越精彩的人生 我觉得好像越来越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学步就是到每一个环境 比如你你不会跑步 然后你跑去戈壁 然后我当了这个戈十九的政大的会长 我就有那么多的事情 原来你是会啥 所以我不得不去 好非常谢谢吕丽丽美 那如果你有相关资讯 你可以拨打02-2500-5566 这个吕老板永远对中广的听众朋友最好 那柜台美少女会为您服务 请继续收听王瑞瑶主持的超级美食家 谢谢 谢谢